吐露港公路星期二凌晨4點多發生斬人案 幾名懷疑有黑社會背景的男子 駕駛著一部黑色的七人車在吐露港公路 追至一部白色的私家車 當逝至錦山對開往九龍方向 七人車狂撼私家車將它截停之後 幾名遲都的男子從七人車跳出 將私家車內四名二十多歲的青年拖出狂斬 其中一人負傷走上山坡 現場並遺下懷疑凶刀病 白色私家車被撞至爛曬擋風玻璃碎裂